歡迎收看金錢爆 我是楊世光 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們看今天台幣再創 2020年3月近兩年半新低 韓元創下13年新低 日元隨時有機會突破前波低點139 我們看到日本國債再度受到 全球突嬰的空方狙擊 除了在亞洲市場匯率的競貶大戰 持續進行當中 我們看到德國跟義大利的國債利差 不斷的加大 不斷的拉開 意大利國債的報酬 要求報酬率快到5%了 觀眾朋友要注意 歐洲國家的國債利率 現在已經快要回到歐債危機 爆發前的水平 也代表歐洲內部的失衡 不斷的加劇 這是我們要特別做觀察跟留意的 好當然今天我們看到隨著歐洲即將在下禮拜 是大幅加息歐元的反彈 重新站回1比1的評價 使了美元小幅的轉落跟拉回 讓今天市場出現一些反彈的契機 可是我們要馬上觀察 因為隨著整個美聯儲的緊縮加劇 9月1號開始 美聯儲要開始全力的縮表 所以有關於匯率禁貶 還有歐債的內部矛盾 我們在今天的部分來做個觀察說明 我們這邊先觀察的是 美國這兩天的最新的一個發展 第一個我們觀察的是 美國短天期的國債 兩年期國債收益率 第一個我們看到價格 先看價格 價格創下了2007年11月以來的新低 2007年11月發生什麼事情 觀眾朋友還記得嗎 2008年我們知道 第四季9月10月11月是吃了海嘯 2007年發生什麼事情 2007年的11月 就是全球股市的高點 2007年11月就是全球股市的高點 假如你回去看 不管是台北股市 還是包括了美聯儲股市 就在2007年的10月11月份 見到了絕對高點 我們先觀察 因為現在美國國債的價格 現在已經回到了2007年的 一個水平 我們看到利率的部分 在昨天最新來到3.49% 也是同步創下了近15年新高 15年新高 上一次美國兩年期國債收益率 來到這邊的時候 美國股市 美國房地產 正式的 由多反空 觀眾朋友 正式的由多反空 前面跌的都不算 美國房地產是2006年建高的 上一波是房市先建高 股市後建高 商品最後 每一波的節奏可能不一樣 上一次 兩年期國債收益率來到這個水平的時候 美國的資產價格 股市房市 包括債市 正是由多反空的轉折 所以這個3.49% 我們可以持續的一個關注跟留意 為什麼會發展這個變化 我們不得不再提一下 提一下 就是上禮拜五 鮑威爾的在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會的講法 我今天再細看一遍 其中 因為它是8分鐘演講 在最後7分12秒的時候 就是準備下結論的過程 他先引用了Bernicke 又引用了格林斯潘 我覺得這句話非常非常棒 這句話非常重要 你會看到一個核心 你要看到這一次 美國跟過去10年 過去20年的不同的地方 要特別留意 因為鮑威爾它是有節奏的 包括引用了Bernicke 包括了引用格林斯潘 也引用了Worker 就是把美聯儲的所有主席 都點名一遍 所以他到底要幹嘛 其中他對於Bernicke的講法 對於Worker的講法 我們先不討論 我們先討論格林斯潘的講法 他講了一個重點 叫做通脹預期 他美聯儲這次要幹什麼 要幹什麼 為什麼要穩定物價 比擺在穩定就業來的重要 好 郭敏祐他講的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在學財經 學商學的一個重要過程 他引用格林斯潘的講法 他說通脹預期的穩定 就等於價格穩定 這個價格穩定代表什麼意思呢 意味的平均價格水平的預期 變化要足夠小 小到什麼地步 小到他們不會對於企業 跟家庭的財務決定 產生任何實質式的影響 好 觀眾這句話 我們要再讀一遍 價格穩定 什麼叫做價格穩定 什麼叫做物價穩定 就是價格水準 消費者的物價水平 消費水平 對於這種價格波動的預期 要非常非常小 小到不會影響企業跟家庭 在做財務決定時 產生任何影響 不會產生影響 好 觀眾朋友這句話 我們要翻成白話來講 就像大陸講說 房子是用來住 不是用來炒的 像台灣的地區 最近的房價大漲 其實很多原因 並不是真的要住 他出手的過程 真的要買的過程 當然有居住需求 有改善居住環境的期待 可是大部分的決策 是什麼原因 因為再不買 明天就會要漲了 再不買 就買不到了 為什麼這種預期 很多人做投資 有像房地產的決策 很多的買 買單是有需求 就是有居住需求 可是更多的出手點 原因是明天會漲 明年會漲 後年還會漲 也就是很多企業家庭 來到個人在進行財務決策的時候 不是第一個考慮 我需要不需要 也不是考慮我負擔得起 還是負擔不起 很多人的決策 是因為今天不買 明天就變更貴了 我們以房地產最明顯 很多買房子 出門 初十點是需要 最重要考慮的是能不能負擔 自己的財務能不能負擔 可是最後下決策的 常常是因為會漲 會漲 就跟我們買股票一樣 外面有時候買股票 到底它的報酬率好不好 它的股力分紅夠不夠 到底它的風險大不大 但我們真正會買這一支股票的時候 其實問了 是它明天會不會漲 明天會漲我就買 明天會跌我就不買了 所以我們很多的財務決定 真正的需要 真正的價值 拋諸腦後 常常是因為明天價格的預期 你認為會漲 所以買它 你認為會跌 所以不買它 所以鮑娥爾引用了 葛林斯潘的一句話 他特別強調 美聯儲這一次的目標是什麼 是要把通脹預期 代表的價格穩定 重新給找回來 那什麼叫穩定呢 就希望有一天 美國的市場 不管是商品市場 還是服務市場 還是金融資產也好 觀眾朋友 價格水平的預期變化很小 就是明天不要管心漲不漲 也不會跌不跌 沒有這種預期 這種預期不是你做買進賣出 消不消費的決策 而是回到你需不需要 有沒有能力 所以在上禮拜五 鮑娥爾在下結論的時候 讓美國股市跌一千點 很多人的關心 是縮表會加速 而且不會那麼快 結束這次的緊縮中期 大家關心這一點 好 觀眾朋友 更深刻的是提到 這是美聯儲的核心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把價格穩定到 沒有變化 足以不要影響 足以不要影響 不要影響企業或家庭的財務決策 投資決策跟消費決策 好 觀眾朋友這要帶重點 因為我們等於把鮑娥爾話倒回去做關注 因為這一次的關注就很重要 因為這是從6月份的一個觀察 我們把鮑娥爾除了上禮拜的 這個傑克森後的會議之外 我們回去看6月份 因為6月份的時候有會後記者會議 他提到鮑娥爾提到 美聯儲的框架是透過利率工具 利率工具 官兵 這是他那時候講的 官兵 利率工具 就是他6月份講的話 透過利率工具 然後幹嘛 影響兩個 影響兩個 觀眾朋友 影響市場利率 影響市場利率工具 就官方利率工具 影響市場利率 影響資產價格 觀眾朋友 這是他講的 這是我看美聯儲這些講話 講得非常直白 6月份講這個話 透過利率工具 影響市場利率 影響市場價格 然後影響 影響什麼 影響物價 物價 跟就業 就業 這是他們一個框架 希望透過三層的架構 一步一步的影響 一步影響 所以 美聯儲很少特別觀察資產價格 在6月份講過一次 大家無所謂 所以6月14號那一天 6月15號那一天 就是我們開始看空油價的時候 在金鐵桿連坐 那時候油價120塊 雖然一路跌到85 均勁反彈 不重要 天天跌 天天跌 一個月跌15塊 到連跌的時候油價就不要錢了 不可能 我們有說宏觀觀察 可是大家講完這個話之後 市場的解讀不太一樣 市場解讀不太一樣 反而使得市場出現的逆轉 所以全球的這種市場 全球的股市 特別是股市 從6月14號 美聯儲加息0.75分點之後 開始出現了反彈跟回升 反彈回升 就產生了極巨大的干擾 極巨大干擾 就特惠利率工具 試圖影響市場利率 試圖影響自然價格 進而影響物價穩定 跟就業 跟勞動力勞動市場 過度過熱的一個干擾 可是講完話之後 市場反而不跌反漲 不跌反漲 所以出現了一個 非常奇怪的 一個變化跟發展 所以我們看到 在昨天 美國的美聯儲主席 明年阿波里斯的 美聯儲主席卡斯卡利 接受了彭博社的採訪 這也是非常罕見的一個講法 他認為市場需要下跌 市場需要下跌 尤其是針對禮拜五 在全球央行聯會 鮑威爾的講話之後 美國股市大跌了1000點 他講我非常高興 我非常高興 而且受到更多的歡迎 而且他說 大家現在明白了吧 明白了吧 明白了吧 我們的承諾 它是非常嚴肅的 我告訴你 這就是 很直白 美聯儲 過去幾十年來 有時候不管是 葛林斯坊的非理性繁榮 還是對於就業市場 跟產出缺口 極度的關注 把物價擺在第二第三順位 可是這是四十年來首次 首次 第一個替換 過去是充分就業 過去是滿足產出缺口 物價有更大的忍受度 這就是我們常講的 美聯儲的put put是看跌的 什麼叫美聯儲put 關於美聯儲put是看跌的 為什麼叫美聯儲put 就是美聯儲 它叫銷售put 當市場下跌的時候 我們手上沒有看跌的put 可是有美聯儲put 就代表市場一旦下跌 資產價格大跌 美聯儲會來救 美聯儲會來救 這是我們常講的FEDput 美聯儲put 常講Glisbanput Bauerput 可是現在就特別觀察 這個沒有了 也就是整個市場 最後的防線 跟所謂的安全網 安全網 比如說我們講保險 保險不是分三層嗎 社會的底層保險 職業保險 跟一般的商業保險 這個底層 最底層的就是所謂的社會保險 就是國家或政府所組織的底層保險 這個保險拆掉了 現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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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全部拆掉了 把整個的優先順序進行了對調 把物價的穩定擺在就業率 擺在產出缺口之上 產出缺口之上 所以剛剛為什麼引用了 這個Bauer在上禮拜我講這個話 這話的意思就是 美聯儲的目標改變了 目標改變了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考試 考國英術 對不對 國英術 這個自然組的 考可能加化學 加物理加生物 考文組的 可能考歷史 考地理 考公民 考公民 你要知道你在考什麼 你想考商學院 你去準備化學物理生物 是沒有用的 他不考 你知道嗎 你想搭一個半導體工程師 你把歷史地理公民給讀好 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沒有用 因為在面對學測 指考的時候 他不考科目 你要知道 現在科目正在改變 整個的目標正在改變 所以提到自然價格 為什麼卡斯卡利會講這個話 市場需要下跌 也就是美聯儲需要透過財富效應 來降低宏觀市場的總需求 過熱的結果 現在需要用財富效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降息的刺激很難 可是要縮緊很快 可是縮緊很快 需要配合 除了利率工具 數量工具 影響了市場利率 更重要是影響自然價格 進而影響到物價跟就業 可是過去一段時間 尤其6月14號以後 市場的反應 完全的超出大家的一個預期跟觀察 所以等一下我們從自然負債表 要做掌握 到底知道美聯儲要幹什麼 因為美聯儲是扣的三個方式 三個機制 按照2020年美聯儲的報告 它就有三個方法 所謂的QE跟現在的QT 不是單純印鈔 為什麼印鈔會有那麼大效果 有三個機制 第一個叫做訊號傳達機制 第二個是Duration 叫存續期間的穩定機制 第三個是投資組合再平衡的機制 有三個機制 這個三個機制 其實從深刻來講 是影響到的投資跟消費決策 從比較淺的角度來講 是影響到自然價格 所以要從自然價格 進而看到投資跟消費的一個決策 有深的有淺的 基本上就要靠這三個機制 可是我們看到美國開景說 我們先不要討論市場的投資組合 再平衡的機制能不能發生 另外這個存續期間 Duration的穩定機制 現在會怎麼變化 光是訊息傳導機制 在2020年美聯儲的報告 提到三大機制 這QE真正的功能 我們一般少老百姓 我們小白就印鈔印鈔印鈔 不是印鈔那麼簡單 印鈔真的會讓股票漲嗎 印鈔真的會讓房地產漲嗎 那縮表就真的會跌嗎 觀眾朋友 這個方法不是那麼單純而暴利 我講個例子 觀眾朋友你有本事 你在路上你發錢 你就可以追到你想追的女生嗎 就算你追得到 你會得到你想要的幸福嗎 這個是一個問題 不是有錢就直接可以達到幸福目標 有錢沒有錢 有錢可能比較容易 達到人生幸福的目標 沒有錢不代表不到 但有錢到幸福 中間需要很多的傳導機制 只是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常看到很多短視頻 就是有錢 有錢就怎樣 沒錢就怎樣 我們常覺得股市資產價格 印鈔就會漲 降息就會漲 升息就會跌 縮表就會跌 觀眾朋友 其實有三大機制的 而這個三大機制 目前出的問題 尤其是大家對於縮表跟緊縮 還有美年儲更改目標的順序 出現改變 所以才會出現那麼霹靂的話 如果股市下跌 美年儲股市不下跌 美年儲需要強迫 強迫他們 好 這就是一個資產價格的 我們講的送分題 這是送分題 所以這一次的升息 可能會非常久 講這個話 還有一個背景 還有一個背景 好 各位朋友 這是芝加哥美年儲 所做的 國家金融狀況指數 這個指數很特別 這是長期都有公佈的 芝加哥美年儲公佈的 它透過了包括了風險 信用 槓桿 這三大維度的 105個指標 來觀察美國現在的流動性 是越來越寬鬆 還是越來越緊縮 這張圖表 往上是緊縮 往下是寬鬆 紅色的代表風險的意思 風險偏好 藍色的代表信用 我們叫做貼水 綠色代表槓桿 還有其它的相關的科目 世界變化 當然美年儲開始縮表了 美年儲開始 升息了 所以幹嘛 當然應該要緊縮 這緊縮是正常的 可是 就在6月14號 鮑威爾升息0.75 開完記者會之後 投資人用利空租金 不僅投資人 整個市場 包括個人 包括家庭 包括企業 出現了逆轉 自我认为利空出境 所以使得美国金融流动性 不仅没有进不紧缩 反而出现宽松的局面 而宽松最大的贡献 来自于杠杆的再建立 有没有搞错 我要升息 我要缩表 竟然还来自于杠杆的重新回复 信用风险 信用贴水 重新的缩小 整个市场把美联储当塑胶 这是金融流动性 所以从7月初开始 美国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105指标 加个美联储公布的 不仅没有收缩 反而变成更加的宽松 变成这一段的变化 这一段变化 也就是美联储的缩表或紧缩 它的传导机制 产生了极大的困难跟失误 所以就我们看到 为什么昨天卡斯卡利会这样提到 或这样讲到 好 那我们就要观察 为什么要打击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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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 自从川普的海湖庄园被FBI搜索之后 其实美国目前内部的矛盾 是非常非常严重 很多你看到不管抖音 很多YouTube看到 美国最接近1860年内战状态 南北战争之后最接近内战状态 就是美国目前的内部矛盾非常大 当中当然有阿公尔萨克逊白人 跟犹太人顶层的冲突 也有上下多种的一个冲突 还有国内外的矛盾 其实所有问题都来自于贫富 来自于贫富差距 都来自于财富属于谁 就是大家的生产力都有贡献 可利润归于谁 我跟大家分享 其实世光在带领这个团队 最大的问题就是分论 我到底要把我们的营收或盈余 分多少给我们的员工 这个分多不对 分少更不对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分红制度 或奖励制度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管理或政府 都在分配这个问题 好 那我回来讲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打击股市 为什么要打开股市 好 这个比较是从2019年 新冠疫情之前 到去年底的发展 很明显看到 美国前top1%的人 前10%的人 前50%的人 还有后50%的人 他们的财富的来源来去哪边 很明显可以看到 其实最有钱的人 他主要财富的增量来自于这一块 这块叫什么 叫做股票与基金 前2%到10%的时候 他除了股票累积之外 也包括了他的养老金 美国的退休金制度 大量的退休金 是投资于这些 包括了权益资产 或是相关的债务商品 所以多投基本上也有利 所以可以看很明显 这个市场上 第一个 包括为了打击 有效需求 全面性的 另外 站在美国的顶层 站在美国华尔街的巨头 站在犹太人的背景 目前要调和美国内部的矛盾 大家不要忘记 美联储的成立 是来自于美国犹太银行家 共同发起的 那要透过整个财富的再分配 或减少社会的剥夺感 美联储这次要做的事情 超出失业率 超出产出缺口 超出物价之外 也就是美联储 这次要做的事情 除了金融层面 除了经济层面之外 可能已经介入到了政治 甚至社会层面 这方面要特别做留意 所以我们从美国 军民财富的增加就知道 第一个要如何消弭需求过热 劳动市场紧张的问题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物价的空转 而且这种预期的强化 影响了大家的财务决策 第二个是要不要做 要做什么 可以做出更多的改变 更多的改变 官面我讲的 你不要讲这阴谋论 官面你为什么要想到 世光来这边上班 因为我给你薪水 我给你钱 你以为是我长得帅吗 不是 是我给别的节目团队 比别的财经团队更高的薪水 所以严格来讲 是薪水驱动 一定是一个美好的薪水 你才有美好的事业盼望 因为最后就是一个 劳动力跟利润 借助交换的过程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在做交换 都在做交换 只是比较粗暴来讲 我们用货币为单位进行交换 所以我们讲 小到个人跟个人的交换 小到我们跟企业之间交换 小到我们去跟公务中心 百货公司的交换 大到国家阶级跟阶级 团体跟团体交换 美联储这次要做的事情 超出了经济 金融 货币政策的范围 国家要特别做留意 好那我们就要观察 因为就在后天 9月1号开始 美国开始大型的缩表 好 前一阵子有人讲说 美国缩表说假的 美国缩表说假的 为什么说不说假 看这个规模 因为美国是从6月份 开始缩表 从原来的300亿的国债 跟175亿的MBS 到9月份要缩表到600亿国债 350亿的MBS 抵押贷款政策化的商品 所以我们算一下 其实6月份应该减多少 6月份应该减475亿 7月份美联储应该缩表 630亿左右 8月份应该缩表790亿 9月份要缩表950亿 也就是8月要结束了 应该是6月7月8月 这三个缩表加起来 合计应该是要缩表1895亿 结果缩了多少 那么结果缩了多少 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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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缩小了619亿 而且MBS还不降反征 所以前阵子有人私讯我 留言我就说 美联储缩表说假的 说假的 明明跟我们讲 是缩1895 就是6月7月加8月 可是后来到8月20号 上礼拜为止 只缩了619亿 也就是估计三个月 美联储的缩表执行率 大概不足三分之一 不足三分之一 我们就跟大家做个报告 美联储的缩表 这指的是缩表的上限 缩表的上限 不是缩表的目标 这是缩表的上限 6月份缩表上限 475亿 7月份630亿 8月份790亿 这是我换算的 到了9月份 上限到950亿 不是说一定要马上执行 它是上限 而不是目标 上限跟目标不一样 上限跟目标不一样 我6点钟回家 跟我6点以前回家 是不一样的 你懂吗 不一样 所以这是上限 不是目标 可是上限不断提高 也代表美国缩表要开始了 因为缩表是什么 缩表是被动缩表 美联储这些缩表是被动式缩表 就是到期不续做 所以会碰到一个问题 尤其是美国的债务到期 它并不是每个月都固定金额 就算是固定金额 也不代表美联储 每一个固定的期限的正确化商品 或美债它都有 所以会出现一个不稳定的发展 可是公民也要知道 这个上限 也就是这个下限 下限 正在一步一步的提高 估计在今年第四季 不会去追 这个不足 因为1895亿的缩表上限 只有只缩表600亿不到 三分之一 你说会追吗 不会追 可是要注意到 因为从9月份开始 预估美联储的缩表 大概是830亿到900亿的水平左右 也就是 本来美联储的缩表 是逐步的加快 可是最后执行起来 是瞬间的爆炸 这要特别做观察 而美联储大幅开始快速缩表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 因为实际关系 我们只能按照资产端负债端的观察 资产端不重要 资产端所以国债跟MBS 主要是负债端 我们现在特别观察 因为只有两个影响 缩表一个是影响市场的资金成本 一个是影响到市场资金的流向 市场资金的流向 我们特别观察 因为这个缩表 从MBS也好跟美国国债也好 今年大概最容易影响的是准备金 准备金 这个我本来想画这个 这个自然负债表 我们画简单一点 快点 因为时间 8.07分了 应该现在要 我现在录影8.07分 你还没看到 因为我们还要上转 FED的资产负债是长这样 快点 简单快说一下 它是怎么印钞的 它们印钞的 它就是第一个 这是准备金 准备金 那这边是国债 债跟MBS 这是MBS 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出来的 就是透过准备金的释放 购买了国债 FED的资产负债不长这样 我们再看到 那银行端呢 银行端Bank 它的资产负债不是这样 快点 它因为把美债卖给了FED 所以它是准备金 准备金的减少减少 准备金的增加 准备金对不起 美债的减少 债券减少 债券减少 就对比 对比 所以基本上对了 到了财政部 财政部会发生什么事情 财政部的自然负债表 会变成另外变化 因为它美债变少 银行端的美债变少 所以缺乏DRP 所以它把它的准备金 或它的流动性 跟美国财政部 来发行的国债的时候 来购买 所以财政部会是美债 美债 美债负债表增加 然后准备金转进来 变财政存款 财政存款 那老百姓呢 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 就是老百姓 这样传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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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美联储印钞之后 会引发自然价格的上涨 现在是QTO 现在会不会倒过来 这是必然发生的 这必然发生的 卡斯卡地的讲法 巴威尔的讲法 并不是要做空美股 而是从斗争 跟市场观念的斗争 终于结束 从Jackson Hole 全球洋行年会的表态 告诉大家斗争结束了 斗争结束之后要干嘛 这是清算的开始 跟所有观众朋友 来进行分享 感谢大家记得收看 明天同一时晚八点 杨树光再接电报 与各位再会